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奇学院,我是Steven 那这节课将由我来带领大家开始本次专题课程的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项目的初始阶段 那在上一次课程里边,我带大家对这整次专题课程有了一个 我相信大家对本次专题课程有了一个初步和大概的印象 好,那我们看一下本次本节课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大纲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简介和它的一个最终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好,我们看一下 主要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研发在项目的启动阶段的管理制度和它的规范 同样的提高部门或公司的项目质量和管理水平 那我们经常说凡是遇则利不遇则废 所以我们在一个项目的刚开始的阶段 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项目管理的一个科学化 规范化和它的法治化 也就是要有评可疑,有据可依 好,这是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目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项目启动流程规范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张图 感受一下项目可行性分析的几大要素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可行性,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个,它这里边包含了 第一个,你做的这个项目是否政策是允许的 第二个,是否是国家政策打向的 第三个,是否是国家以及地方政策支持的 那我们可以,我们知道国外有两个比较有名的网站 一个是YouTube和一个Google 那他们为什么就在国外特别的火 但是在国内呢,就一直就是做不出来 市场没有市场 主要就是因为YouTube和Google在那个 它内容,做的这些内容上 不符合咱们国家的一个一些国情国策 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的时候 政策的可行性是比较重要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市场的可行性 市场的可行性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项目市场空间的调研 第二点,拟建项目产品市场预测 第三点,拟建项目市场的定位 第四点,拟建项目产品市场竞争评估 其实说了,说白了 就是说,我们就要做的这个产品 它是否在市场上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 如果有这样的,如果市场上有类似于咱们做的这个产品 那咱们的优势是什么 所以市场的可行性也是比较重要的 第三个,技术的可行性 这一点毋庸置疑 如果你做的产品,现有的技术达不到你这个产品的要求 那一切都是都会归零的 都是没有用的 第四点,经济的合理性 包括下面三点 第一个,你准备对这个项目投资多少钱 这个项目融资的一个分析 第三点,项目的财务的一个分析 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现在比较火的一个云产品 SAE,SAE是我们新浪的一个公有云 BAE是百度的一个公有云 阿里云是阿里巴巴的 那在这三款比较火的产品里边 SAE当年是比较很不错的一款产品 它是国内第一款公有云产品吧 随后是百度的 然后是阿里的 那现在为什么就是说 SAE现在不行了 落寞了 也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财务预算和它的这个投资估算 没有人家百度和阿里云投入的多 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后续的经济 后续的财务分析 以及它的融资分析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好 看了这张图以后 我相信大家有了自己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可行性分析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可行性分析 问自己 六问 第一问 你这个项目的实施 是否和部门目标是一致 我们为什么花钱要去做这个项目 你有什么需要 是否是国家政策导向的 是不是国家政策支持的 第二点 就是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我们在 在可 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 我们是否能够完成 这个项目 第三点 我们需要多少人力 人力 我们需要多少人力资源 现有的团队人数 是否 是否 是否够 还有 现有的硬件资源 包括 你的服务器资源 你的网络资源 是否能够满足 第二点 第五点 你项目方案 方案实施 是否有技术 或者业务的瓶颈 那这几点 第六点 就是是否违背国家政策的导向 那这六点 都是我们需要 在做项目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一件 考虑的六件事情 好 这其实就是项目 启动流程规范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 第三个小节 我们需要讲的东西 第三个小节 项目文档的一个编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漫画 林大说 写一份项目文档交给我 然后这个小职员就说 好的 他其实自己心里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什么事情已经很交代了 已经很清楚了 他大量的时间 你写文档有什么用呢 然后你认为很清楚的事情 却写不下去 因为有很多的细节 并没有落实 当你去尝试去落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 于是事情就变 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你能把文档很详细的写出来 并自信的交给了管理层 这个项目计划 才是比较靠谱清晰的 其实这个这个过程里边 最重要的不是说是文档 而是通过这个过程 及早发现并解决问题 避免这个风险 好 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图 一定会明白 项目文档编写的一个重要性 在这个项目文档编写里边 项目文档 它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小白 刚入职场的时候 也会遭遇类似的问题 他们我们总想不通 为什么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 写这个文档写这个文档的好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 很多时候你都认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 最常见的情况是当你开始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写不下去 因为有很多细节你没有落实 当你尝试去落实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 于是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尝试去写文档 尝试去解决我们现在已经想到的现有的问题 所以在个人的层面上 我认为写文档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文档本身 而是写之前谈的过程 只有你 只有当你能够把文档很详细的写出来以后 而且写完后 有足够自信把文档提交给管理层 作为这个项目的承诺吧 然后你才能告诉自己 这个项目计划比较清晰了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文档 而是通过这个过程发现问题 通过有效沟通 规避风险 当然了通过文档的编写 我们使整个项目 我们使整个项目 到后来做的时候 有评可依 这样的话会是整个 每一个阶段我们做下来 如果有文档的支撑的话 会使这个项目看起来更加的规范化 科学化 所以这是我这节学要讲的 我项目文档的编写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在下面的每节课程中 我们在每一讲讲完以后 我希望同学们把我所讲的这些东西 都用自己的话 编写成一份可行的文档 一份适合于自己公司部门 或者公司业务的一份可行性文档 好 这是我讲的 强调了一下项目文档编写的一个重要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主要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节课 第一小节 我们来 我讲了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目的 第二小节 在项目启动流程规范里边 项目可行性分析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要点 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第三点强调了一下 强调 我们要强调 强调了一下项目文档编写的一个重要性 在后续的课程过程中 我们会把每一个小节所讲的东西编写整理成文档 好 这个重要性 我以后不会再去多说 希望同学们能够重视起来 好 这就是这节课我们所要讲的三点 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最后一节 最后一点 第四点 客户作业 第一点 希望同学们参考我给的启动流程规范模板 那待会儿我会展示一下 我给同学们提供参考的一个规范流程模板 也是我在自己的 我在公司中 比较常用的一份规范模板 然后 希望同学们用自己的语言来组织一份 适合自己公司部门业务 或者公司业务的一份启动流程文档的规范 好 第二节 第二点 就是复习下一节项目启动阶段的需求的一个分析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小节 好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完成 好 本节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